第281章我看他很不爽 场中在听到叶玄的话之后 老者与中年男子相识了一眼 最后中年男子又问 那叶玄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叶玄摇头回长老 这弟子就不知道了 不过按我猜测 极有可能与这红衣男子冒充他有关系 中年男子还想问什么 一旁的老者突然道 这红衣男子能够斩杀一位真欲法径强者 其实力可见非同一般 而先前你却让白里云他们先行离去 并且成功阻止了这红衣男子 对此你可有什么说的 叶玄苦笑长老若只是阻拦一下 我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老者死死盯着叶玄 那你来与师姐离去时 你为何不阻止那红衣男子 而是任由他被那红衣男子斩碎肉身 闻言 叶玄心中逆领 原来 这才是这老者真正的目的 叶玄笑道 这位长老 说话要讲良心 按道理来说 蓝宇是师姐 应该主动留下来保护我们三人才是 而他呢 在遇到危险之后 不仅没有留下来 竟然直接选择逃跑 说到这 他面向中年男子 这位长老 您觉得这蓝宇师姐所为 应该吗 中年男子还未说话 老者突然道 我并未问你其他 我只问你 为何不阻止红衣男子 而是任由他斩碎蓝宇肉身 你回答这一点即可 明白 声音已经有些冷 叶玄面向老者 笑道 长老 蓝宇师姐被斩碎肉身 我也很伤心啊 但问题是 又不是我斩碎他的肉身 你为何老是抓着我不放呢 说着 他指了指地面上红衣男子的尸体 你找他 找他啊 老者死死盯着叶玄 你明明可以阻止 而你却不阻止 你这等于是在暗害同门 而暗害同门 应当受万箭凌迟之行 文言 叶玄神色瞬间冷了下来 第一 他自己蠢 上岛之前 我就已提醒过他 此地有危险 需小心行事 可惜 他不听 第二 遇到危险 他作为师姐 不仅不选择承担其保护同门的责任 反而是选择第一个逃跑 此为不义 第三 他连红衣男子一击都接不下 此为若 我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师尊 才会叫出这种垃圾货色 说到这 他故作一惊 不会就是长老您吧 放肆 老者神色瞬间冰冷下来 与此同时 他右手一挥 一片剑势直接碾压向了叶玄 剑仙的剑势 这股势宛如狂风奏雨一般席卷而下 叶玄所在的大帝直接被这股市阵列 而叶玄更是在一瞬间弯下了腰 不仅弯下了腰 还弯下了脚 但没过多久 他却是又硬生生站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 老者身旁的那名中年男子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惊讶 而老者自己眼中也是有着一丝诧异 下一刻 他右手抬起 猛的朝下一压 那股市的威压瞬间暴涨 就在此时 叶玄突然拔剑一盏 哄 随着一道乍响声响起 那股市直接蹦碎 而叶玄本人却是被震到了数十障开外 刚停下来 他嘴角便是溢出了一抹鲜血 空中 老者冷冷看了一眼叶玄 倒是有些小看你了 你面是长老 出言不逊 今日 我就废了你 已警示全宗上下 声音落下 他突然屈指一点 一柄飞剑飞斩而下 飞剑速度极快 宛如一道极电 下方 叶玄神色颇有些争鸣 他体内 旋气涌动 面低一位剑仙 而且还是一位真欲法竞强者 他根本不敢保留 若是保留 只有死路一条 就在叶玄准备出手时 就在此时 一道牵引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来人 正是叶玄琪 叶玄琪面无表情 他玉手并指朝前轻轻一点 这一点 一朵云色剑气突然自他指尖击射而出 空 空中 老者那柄剑直接被震飞 见到月琪 老者眉头微皱 月师妹 你 就在此时 月琪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他掐了一个剑绝 下一刻 天际之上 云层突然颤动 转瞬 一柄剑自云端之中宛如一道闪电笔直而下 见到这一幕 老者脸色微变 云中剑 不敢大意 他右手摊开 一柄剑悄然旋立 下一刻 剑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空中 两剑刚一相遇 空 一道刺耳剑鸣声顿时响彻整个天际 下方 月琪突然纵身一跃 在他月出去的那一瞬 他周围 数道剑光悄然凝聚 见到这一幕 老者双眼微眯 眼中有着也思忌惮 如影随见 月琪 你发什么疯 你 没敢再说下去 因为月琪已经来到他面前 轰轰轰 空中 老者连连出剑 但是 也在连连后退 整个天际 无数剑气纵横 不远处 中年男子连忙到 苍玄师兄 月琪师妹 还请助手 然而 月琪并未助手 相反 进攻的更加猛烈了 而那苍玄 明显不如月琪 已经在节节败退 而下方 叶玄却是看得有些眼花缭乱 剑仙的战斗 他见过神秘女子出手 但是 神秘女子出手 基本都是秒杀 完全没啥太大的看头 而此刻 眼前这两位剑仙的战斗 让得他知道 剑仙的剑技是多么的 帅 并不是华而不实 至少 眼前这两人的剑技 都是非常实用的 特别是月琪的 各种剑技信手拈来 让得那苍玄难以招架 就这样 打了不知道多久后 那苍玄突然化作一道 剑光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跑了 空中 月琪停了下来 他身形一转 直接出现在叶玄面前 月琪看了一眼叶玄 回去做饭 说完 他转身遇见冲天而起 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下方 叶玄苦笑 我不会遇见啊 这时 不远处的中年男子突然走到叶玄面前 那叶玄离去之前 可有说过什么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他说 此事极有可能是护剑蒙所为 护剑蒙 中年男子眉头深深的皱了起来 简然 对于这个势力 即使是古剑宗 也是非常头疼的 片刻后 中年男子轻声道 此事有些复杂 你切莫泄露出去 说完 他直接转身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原地 叶玄无语问苍天 老子不会遇见啊 如果距离短 他自然可以飞行 毕竟是万法径 但如果太远 凌空飞行是会累死的 不过此刻 他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原本遇见两个时辰就能到苍剑宗的 他硬生生花了四个多时辰 他刚回到云剑峰 便是被月琪带到了苍剑峰 苍剑峰是七峰之首 这里 算是苍剑宗最为核心的地方 而苍剑峰的峰主 正是苍剑宗的宗主陈北涵 月璇与月琪来到苍剑峰的苍剑殿时 殿内已经有了几人 其中 之前那苍玄以及中年男子都在 除此之外 还有百里云以及古月 那已是灵魂体的蓝鱼也在 当看到月璇时 蓝鱼目光顿时变得愿读了起来 而他身旁的苍玄也是冷冷的看了一眼月璇 月璇身旁 月琪突然到 莫怕 他师孙打不过我 叶玄 一旁 白里云对着叶玄微微一笑 算是打招呼 古月也是对着点了点头 叶玄正要说话 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自远处走了进来 中年男子穿着一件云白色长袍 腰间系着一条白玉狮子 而他的右手之中 握着一根长笔 陈北涵 苍剑宗宗主 见到此人 叶玄神色顿时凝重了起来 因为他发现此人的气息竟然能够与那陆尊主不相上下 眼前这人也是这清仓界最顶尖的强者之一 陈北涵走到台阶上方的座位前 笑道 大家坐吧 场中 众人纷纷行了一礼 即使是月起也是微微一礼 众人纷纷坐下 陈北涵看了一眼下方的叶玄 你就是安叶 叶玄点头 正是 陈北涵打亮了一眼叶玄 笑道 很不错的一个苗子 说着 他看了一眼场中众人一眼 事情原委 我已知晓 蓝宇作为师姐 刚毕自用 欲试不思 心胸狭隘 若得如此下场 实乃自作 文言 蓝宇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但是却没有敢反驳 而是连忙跪下 弟子知错 陈北涵看向苍玄 教授弟子 不单单只教授他们修炼 更应该让他们学会如何为人处事 年轻人在外 若是不懂做人 轻则吃亏 众者没命 苍玄微微点头 师弟知道 也知蓝宇有错 而这次劳烦师兄出来 是想请师兄主持公道 说到这 他看向叶玄 此人明明有能力阻止那红衣男子 但却没有 而是故意见死不救 这种人 实在不配成为我苍剑宗弟子 陈北涵看向叶玄 你有能力阻止 但却不阻止 为何 叶玄想了想 然后道 我看他很不爽 场中 众人 第282章也决生死 听到叶玄的话 众人皆是愣住 看他不爽 百里云苦笑 这安兄实在是个实成人 这种时候居然都不会撒谎 可以结交 而蜡蓝宇脸色则是有些争鸣 他就那么死死盯着叶玄 日齐也是忍不住看了一眼叶玄 委婉一点 叶玄 一旁 苍玄突然道 师兄 您也看到 此人是多么的嚣张跋扈 这种人若是在宗门 日后必定会让宗内不合 而在宗外 极有可能惹下滔天大祸 还请师兄言成 陈北涵笑道 师弟莫及 这万事都有因的 说着 他看向叶玄 说说看 你为何看他不爽 叶玄摇头 我说了 宗族与某些人也未必相信 就让百里师兄与古月师姐说吧 陈北涵看向百里云二人 二人连忙一礼 然后将在岛上的事情 一字不漏地说了出来 渐渐地 苍玄脸色颇有些难看 他狠狠地瞪了一眼身旁的蓝宇 当真是不争气 蓝宇微微低头 不敢说话 叶玄身旁 月琪突然道 事情已很清楚 他并未故意找事 找事之人已付出代价 我云建峰就不追究了 宗主师兄 我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说完 他看了一眼叶玄 去做饭 叶玄黑黑一笑 转身就跑 月琪微微摇头 滑头 说完 他也转身离去 这时 陈北涵突然道 小师妹 还有要是要商议呢 门外 月琪头也不回 你们做主 殿内 陈北涵摇头苦笑 这小师妹 说着 他看向不远处的苍玄 此时说到底 还是那府师宗是罪魁祸首 至于这府师宗 虽然属于魔道 但一直都是暗中行事 此次如此光明正大对我苍建宗下手 想来背后是有人 苍玄正要说什么 此时想到什么 他看了一眼百里云等人 下去吧 白里云与谷月还有蓝羽连忙退下去 三人退下去之后 苍玄审声道 互建盟 陈北涵微微点头 应该不会错了 苍玄眉头皱起 有些不解 他们为何要针对我们 我苍建宗与他们可是无冤无仇 陈北涵笑道 谁说无冤无仇 千年前 我苍建宗祖师可是亲手将他们一位尊主分师百块 此事 虽然如今亲苍界大部分都已忘记 但户界盟是不会忘记的 苍玄摇头 他们若是要报复 不会等到如今 陈北涵点头 肯定不会等到如今 说到这 他与苍玄相识了一眼 然后又到 那岛有问题 走 去查查 说完 两人直接消失 不一会 两人来到了万语岛 然而此刻 整座岛已经消失 见到这一幕 两人神色皆是有些凝重了起来 片刻后 陈北涵道 之前中土神州 有一些势力在暗中针对护建盟 显然 护建盟肯定是做了什么事情 让得这些势力为之忌惮 特别是那叶玄以及他背后的势力 此次他出现在岛上 可能就是为了破坏护建盟的什么事情 传令下去 寻找叶玄 必须将事情搞清楚 苍玄点了点头 明白 我现在就去让人寻找叶玄此人 说完 他转身消失在了天际 空中 陈北涵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护建盟 这清苍戒变故 怕是与你们脱不了干系啊 苍剑宗 叶玄回到云剑峰之后 立即开始做饭 半个时辰后 他已经做了一桌子的饭菜 色香味俱全 玄其闻到香味便是走了出来 他坐在叶玄对面 微微点头 吃 叶玄连忙到 师尊先请 玄其也不客气 直接开吃 吃到一般后 叶玄突然道 师尊 这玉剑之术 难吗 玄其道 难 也不难 玄璇连忙放下筷子 问 怎么说 玄其看了他一眼 学会 不难 学好 很难 玄璇又问 如何才算是学好 玄其喝了一小口菜汤 然后道 玉剑之时能战斗 玄璇愣了愣 然后道 那百里云他们 都无法玉剑时作战 玄其摇头 不能 玄璇想了想 又道 师尊 我想学这玉剑之术 玄其加菜的筷子突然停下 他看向叶玄 有些错愕 你不会玉剑 叶玄点头 不会 玄其摇头 一位剑主 竟然不会玉剑 像什么样 说到这 他似是想到什么 然后道 待会来我内殿寻一本名叫 玉剑真解术的功法 此功法是我亲自所创 非一般玉剑术所能比 记住 不得私自外传 玉剑真解术 玉璇连忙点头 好好 玉其微微点头 他指了指面前一道香菇炒白菜 不错 明天继续做这道菜 叶玄 饭后 玉其离开了大殿 不知去了何处 而叶玄则是在收拾一番之后 连忙进入了内殿 内殿不大 四周都是柜子 而每一个柜子上都摆放着许许多多的卷轴 其中 不是功法就是武技 亦或者神通之术 全部都是 而且 最低都是地阶 天阶更是随眼皆是 叶玄已经呆住了 这一刻 他发现 这云剑锋其实就是尼玛苍剑宗的武技库 功法库 眼前这些 应该就是苍剑宗历代以来收集的 其中还有一些是苍剑宗历代一些前辈自己创造的 底蕴 此刻叶玄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底蕴 这种就叫底蕴 这苍剑宗不愧是青苍剑顶尖势力 唯有多想 叶玄开始寻找那本预见真结束 不一会他便是找到了 接着 他又开始寻找月琪的批注 然而 不管怎么找 都没有能够找到 一个时辰后 他还是没有找到 于是 他没有再寻找 他准备等月琪回来后问问 或者说 直接请教月琪 叶玄抱着那本预见真结束便是出了大殿 然后直奔后山 就在叶玄离开大殿之后 一名女子与一名中年男子出现在了大殿门 这两人 正是月琪与陈北寒 两人就那么看着远处飞奔的叶玄 陈北寒突然道 这段时间 他只选了一门顺空一见 月琪点头 陈北寒又问 店内那些功法武器 他一卷也没带走 月琪再次点头 陈北寒笑道 这可就有些意思了 若是一位散修 不可能不对这些东西动心 说到这 他看向月琪 他那顺空一见 当真在短短数日便是修炼到了极致 月琪轻声道 任何人 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他对我宗没有坏心 这就已经足矣 陈北寒笑道 此人在万语岛 虽然不救那蓝语 但却出手就把李云那两个小家伙 证明此人并非是无情无义之人 既然师妹觉得他不错 那就让他留在你这里好生修炼 他确实是一颗不错的苗子 好好培养一下 日后必有不小成就 说完 他转身消失在了原地 陈北寒走后 月琪也转身离去 当他回到内殿时 内殿内摆放着个小桌子 小桌上是三盘小水果 见到这小桌 月琪轻声道 有心 后山 月璇抱着那本玉剑真结束 一路狂奔 直到一处水潭前才停下 停下之后 月璇打开那卷玉剑真结束 玉剑之术 与心而不于行 心神相合 人见合一 就这样 月璇看着看着 再看了半个时辰后才停下 他盘坐在地 脑中开始解析 大约一个时辰后 他突然掐了一个剑绝 很快 一柄针接剑突然自他体内飞出 然后稳稳地落在了他面前 月璇并指一点长剑 长剑剧烈一颤 随即发出了一道嘹亮的剑鸣之声 见到这一幕 月璇心中大喜 他连忙纵身一跃 整个人直接落在了剑身上 但是 剑却差点直接沉到地底 月璇连忙进气名神 渐渐地 剑开始稳定下来 在足够稳定之后 月璇开始突然轻声到起 声音落下 他脚下的剑突然慢慢上升 速度有些慢 但是却一直在上升 一丈 两丈 五丈 十丈 不一会 他已经预见离地三十多丈 此刻的他 已经能够看到远处的云剑垫 兴奋 能够预见 无疑是每一个剑修的梦想 空中 月璇遇见越来越高 不过 他兴奋的确实没有发现 他脚下的剑已经在颤 就这样 在上升到五十多丈之后 月璇脚下的剑突然剧烈一颤 然后脊椎而下 啊 空中顿时传来了一夜璇的惊叫之声 树西后 砰 下方大地剧烈一颤 无数尘烟飞起 地面上 月璇揉了揉自己屁股 真他娘的疼哀 休息片刻后 月璇继续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第二天清晨 一名男子来到了苍剑宗山脚下 男子身着素袍 穿着一双布鞋 而他的眼 是黑紫色的 马一男子抬头看了一眼苍剑宗 传闻苍剑宗年轻一代经验才觉 在下月璇 特来求教 说到这 他微微一顿 又到 分高低 也决生死 第283章 老子砍死你 夜璇 整个苍剑宗为之震惊 这个通缉榜上排第二的家伙来苍剑宗挑战 很快 一名苍剑宗长老出现在了麻衣男子的面前 这名长老打亮了一眼麻衣男子 你是夜璇 麻衣男子点头 清中 夜璇 长老看着夜璇许久许久 然后摇头 你不像是夜璇 也不可能是夜璇 麻衣男子面无表情 我就是 长老诞生到 夜璇与护剑盟已是大仇 正常情况之下 他绝不可能来与我苍剑宗为敌 夜璇 可没有这么蠢 麻衣男子笑道 怎么 苍剑宗是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还是说 苍剑宗年轻一代无人 长老看着麻衣男子 眼神已经渐渐变冷 这是有人在针对苍剑宗搞事情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山顶响起 他要挑战 那就让他挑战 我苍剑宗 不管是以前 还是如今 从来都不怕事 季风弟子 有谁愿出来与之一战 我来 这时 一道大喝声突然自一座主峰之上响起 紧接着 一柄剑光冲天而起 但是到空中之后 这柄剑光却急转直下 最后稳稳地落在了麻衣男子的面前 剑光散去 来者是一名男子 男子大约二十来岁 皮肤有黑 双目锐利 手中握着一柄带俏剑 是震道风的陈云师兄 此周 有人惊呼 陈云对着一旁长老微微一礼 然后转身看向麻衣男子 出手吧 麻衣男子诞声道 我若出手 你就没机会出手了 陈云也不动怒 看来阁下对自己很有自信 那就让我领教领教 声音落下 他左手拇指突然一挑 诗 叫中之剑飞斩而出 迅捷无比 麻衣男子面无表情 当剑来到他面前时 他不闪不闭 而当剑离他只有寸许时 他突然一个侧身 以毫离之叉躲过了这一剑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还抓住了陈云的剑 见到这一幕 一旁的苍剑宗长老脸色瞬间变了 而正要出手的陈云在此刻也是呆住了 麻衣男子看了一眼陈云 下一刻 他右脚轻轻一点 诗 麻衣男子鬼魅般的出现在了陈云面前 陈云脸色大变 正要出手 然而 麻衣男子速度比他更快 直接一把掐住了他喉咙 与此同时 他右脚在陈云两只膝盖连踢了两下 随着两道骨头断裂声响起 陈云直接跪了下去 场中寂静无声 完败 麻衣男子并未杀陈云 而是朝后退了数丈 他淡淡地看了一眼跪着的陈云 苍剑宗年轻一代 就是这种货色 说到这 他抬头看向朱峰 如果是的话 你们可以一起上 别浪费我夜悬的时间 一起上 此言一出 无疑是激怒整个苍剑宗弟子 很快 一道道见光自个风冲天而起 不一会 麻衣男子面前便是已经占了数十名剑修 麻衣男子面无表情 一起吧 这时 那群剑修之中 一名男子走了出来 我来吧 众人看向男子 男子穿着一剑短衣 腰间撇着两柄剑 是玄剑锋的顾林师兄 没想到他竟然也出来了 这有什么没想到 这也玄如此如我苍剑宗 顾林师兄他们怎么可能不出来 就是不知道苍剑锋的男公燕师兄有没有在宗内 不用男公燕师兄 顾林师兄足以 顾林走到了陈云面前 他将陈云扶了起来 后面 立即有苍剑宗弟子跑来扶住陈云 陈云抹了抹嘴角鲜血 小心 很强 顾林点头 他看向麻衣男子 传闻夜选也是一位剑修 而且还是一位剑皇 我们清苍剑最为年轻的剑皇 可你并不是用剑 麻衣男子诞声道 你们 没有让我夜悬出剑的资格 此言一出 场中重仓剑宗弟子顿时怒火冲天 顾林看了一眼麻衣男子 请赐教 声音落下 他突然朝前一个急冲 这一冲 急如电 一道剑光顺至麻衣男子面前 麻衣男子神色平静无比 当那剑离他眉间只有半寸时 他身体突然厚血 非常轻松的躲过了这一剑 与此同时 他又脚猛的一脚踢在了顾林手腕之处 砰 顾林整只手臂直接飞了出去 但就在此时 顾林的左手突然拔剑 朝前一个急斩 麻衣男子并指朝前一挡 这一指 竟然硬生生挡住了顾林的剑刃 与此同台 他朝前一个急冲 猛的一膝盖顶在了顾林的腹部 砰 顾林整个人瞬间飞到了数十丈之外 落地之后 顾林身体一阵抽搐 口中鲜血直喷 又是完败 场中 安静无比 麻衣男子拍了拍手 他看向一旁的长老 苍剑宗可是没人了 还是说 苍剑宗都是这种垃圾货色 长老深深地看了一眼麻衣男子 此刻他才发现 自己眼捉了 眼前这麻衣男子很不简单 长老转身看向苍剑峰 片刻后 长老微微点头 然后转身看向麻衣男子 你等半个时辰 可行 麻衣男子诞生道 行 长老转身看了一眼中苍剑宗弟子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出手 说完 他遇见冲天而起 麻衣男子双眼缓缓闭了起来 闭目养神 苍剑店内 店内只有三人 苍玄 陈北寒 还有一名苍剑宗长老 名叫李寒 负责掌管苍剑宗情报 苍玄看向李寒 可有查出那人真实身份 李寒摇头 一点头绪都无 苍玄脸色一沉 又问 那叶玄下落呢 李寒还是摇头 此人离开北寒宗之后 就再也没有他任何音讯 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除此之外 我得到消息 护剑盟与云空城 还有好几家势力 都在追查此人下落 苍玄雷头皱起 连护剑盟都未能找到他 李寒点头 此人很是神秘 自身也不简单 苍玄沉默了片刻后 然后看向陈北寒 陈北寒摇头 我苍剑宗沉寂多年 某些人真当以为我们是软世子了 可以随意拿捏 说到这 他看向李寒 南宫那小子多久能回宗 李寒审声道 半个时辰 最多半个时辰 陈北寒微微点头 似是想到什么 他又道 通知商月 让他也立刻回宗 商月 殿内 苍玄与李寒顿时愣住了 云剑锋 正午时分 叶玄没有再继续修炼玉剑术 而是做了一桌子饭菜 店内 叶玄与月琪相对而做 月琪话少 但夜玄话却极多 吃饭时会各种找话题 而月琪有时会回两句 有时就只恩一生 快吃完时 月琪突然道 你好像与我说过 你叫夜玄 夜玄愣了愣 然后点头 是啊 月琪看了夜玄一眼 删下来了一人 自称是夜玄 说要挑战我们苍剑宗年轻一代所有人 夜玄 夜玄顿时愣住了 很快 夜玄脸色阴冷了下来 又有人冒充他 护剑锋 用脚趾投降都知道 这绝对是护剑锋做的 夜玄沉默片刻后 他突然放下筷子 月师尊 我去看看 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如此嚣张 敢挑战我们苍剑宗 说完 他起身朝着殿外走去 就在夜玄走出大殿时 大殿内转来了月琪的声音 莫要出手 那人很强 夜玄没有回答 非一般的朝着苍剑宗山下跑去 殿内 月琪轻声道 夜玄 很出名吗 说着 他继续吃着菜 不一会 夜玄来到了山下 此刻 山下已经聚集了将近两百人 都是苍剑宗的弟子 而在不远处 夜玄发现了那蚂蚁男子 见到蚂蚁男子 夜玄顿时怒从心来 于是 他直接朝着蚂蚁男子冲了过去 他速度极快 宛如一道光 瞬间便是冲到了 蚂蚁男子的面前 接着 在无数人的目光之中 他持肩猛的就是一盏 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之力量 宛如火山爆发一般 一股强大力量 瞬间席卷而出 感觉到这股力量 蚂蚁男子瞬间睁开了眼睛 他眼中 有着一丝凝重 下一刻 他又脚朝又轻轻一化 双手截了一个印朝前猛的一印 一道诡异的不闻 自他手印之中震荡而出 空 两股力量 刚一接触便是猛的爆发开来 两人连连暴退 这一退 足足退了数十丈 而两人面前的地面 直接变成了一条巨大的深坑 那是刚才两股力量造成的 见到这一幕 场中众人皆是愣住 接着 无数人看向了叶玄 这家伙是谁 叶玄刚加入苍剑宗 加上他经常在云见风 基本不出去 于是除百里云与古月之外 基本没有苍剑宗弟子认识他 叶玄对面 麻衣男子看了一眼叶玄 你是何人 我是你爹 叶玄突然怒道 什么垃圾玩意 竟然敢冒充 竟然敢来我苍剑宗闹事 老子砍死你 说完 他直接提着剑 朝着麻衣男子冲了过去 场中 一名苍剑宗弟子看的是 有些目瞪口呆 这位师兄好好暴力 第284章你气不气 这一刻 所有人都在好奇地盯着叶玄 远处 叶玄持剑冲到麻衣男子面前时 一面就是一剑斩下 麻衣男子双眼微眯 并只朝上一挡 这一挡 竟然硬生生挡住了叶玄这一剑 与此同时 他另一只手已经朝着叶玄脑袋轰了过去 对于进战 叶玄从来都是不怕的 当下 他脑袋一歪 躲过这一拳 与此同时 他猛的一脚踢向了麻衣男子的腹部 而麻衣男子也同时出脚 砰 随着一道闷响声响起 两人同时连连暴退 这一退 足足退了三十多丈 而这一次 两人不相上下 麻衣男子看了一眼叶玄 未曾想到这苍剑宗除了那商月之外 还有一妖孽隐藏的道士身 不过 我叶玄 叶玄 叶玄突然大笑道 你说你是叶玄 麻衣男子半声道 有问题 叶玄笑道 诸位 众所周知 叶玄是剑皇 说到这 他指着麻衣男子 来 让我们看看 你是不是剑皇 若是 你就是叶玄 若不是 你就是假冒的 故意来栽赃嫁货 麻衣男子盯着叶玄 面无表情 你还没资格让我出剑 声音落下 他突然朝前踏出一步 这一步踏出 叶玄面前的地面突然裂开 紧接着 一道拳印闪略而至 叶玄冷冷一笑 朝前一个急冲 然后一剑斩下 轰 那道拳印轰然崩碎 一剑斩碎拳印之后 叶玄咧嘴一笑 你 太弱了 声音落下 他手中的剑突然宛如一道电光击射而出 叶玄对面 麻衣男子朝前踏出一步 一指点出 这一指落出 他面前的空间顿时一颤 然后如同水波 波纹一般震荡开来 而这道空间波纹 竟然硬生生震碎了叶玄的剑光 也逼停了叶玄的剑 预法镜 场中 一片惊呼 能够将空间之力运用到这种程度的 至少是预法镜 而且 可能离真预法镜都很近了 空中 叶玄剑停了下来 好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定住了一般 而就在这时 叶玄右手隔空对着自己的剑一抓 这一抓 卡擦 场中似是有什么东西碎裂 下一刻 原本被钉在空中的剑突然飞出 直射麻衣男子 见到这一幕 麻衣男子脸色微变 他双手猛地朝着自己面前就是一盒 空 这一盒 直接将叶玄的剑合在了掌心之中 不过就在此时 一柄剑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脑后 顺空一剑 这一瞬间 麻衣男子大害 他又嚼猛地一跺 整个人吃的一生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在此出现时 已经在叶玄身后十几丈外 但是 在他脑后 却是有这一道深深的剑痕 而这道剑痕之中 鲜血症不断溢出 刚才这一剑 差点直接要他的命 麻衣男子死死盯着叶玄 你究竟是何人 叶玄正色道 既然你连续追问 那我也就不隐藏了 其实 我 我可能是你失散多年的爹 文言 场中众人顿时一愣 下一刻 无数笑声如雷声一般响彻四周 听到叶玄的话 那麻衣男子神色瞬间阴冷了起来 你好歹也是一位一妖孽 竟然如此不懂尊重强者 尊重 叶玄冷笑 对于你这种冒充他人的小人 要什么尊重 声音落下 他又嚼猛的一点地面 刹那间 他整个人直接来到了麻衣男子的头顶 与此同时 他双手持剑猛的一剑斩下 对于叶玄而言 他终究不敢暴露太多 不管是大地之剑 还是剑意 甚至自己的剑事都不敢暴露 一旦暴露这些 就极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见到这一剑 麻衣男子面目争鸣 他突然并指一指点在自己胸口处 转瞬 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自他体内席卷而出 接着 他猛的朝上就是一拳 哼 麻衣男子瞬间被这一剑震飞了十几杖 而他刚一停下来 叶玄却是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接着又是一剑斩下 叶玄这一剑非常简单 都不能算是剑技 但却非常暴力 且有效 察觉到叶玄剑中的力量 麻衣男子脸色大变 他突然朝后闪了十杖 躲开了叶玄这一剑 与此同时 他猛的一拳朝着面前就是一轰 叶玄正要继续出手时 突然 一股强大的力量自他面前的空间之中震荡而出 叶玄连忙举剑一挡 碰 随着一道闷响声响起 叶玄被阵地连连暴退 但是很快 他又脚猛的一跺 整个人顿时停了下来 叶玄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 然后抬头面向不远处的麻衣男子 眼前这人 不仅是欲法禁 对方在万法禁时 肯定还是真万法禁 如果不暴露底牌 以他现在的实力 虽然能杀对方 但怕是要恶战 麻衣男子死死盯着叶玄 这一刻 他眼中已有了凝重 沉寂一瞬 麻衣男子右手突然摊开 在他掌心之中 一柄暗黑色刀轮突然出现 当这柄刀轮出现之后 场中重仓剑宗弟子脸色顿时一变 因为这柄刀轮是天阶至宝 天阶 叶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麻衣男子右手持着刀轮 他左手突然掐了一个绝 下一刻 他整个人直接虚幻了起来 紧接着 在叶玄四周 突然有尖锐切割声响彻 与此同时 叶玄四周突然间出现了一道道残影 这些残影皆是手持刀轮猛劈向叶玄 每一道好像都是假的 但是 又好像是真的 真假难辨 幻象 如果说对别人 肯定有用 但是 他叶玄可是没有眼的 他一直都是在用心眼看世界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叶玄突然朝右边一次 剑尖之上 一缕剑光乍现 当 无数残影瞬间消散 只剩下叶玄与麻衣男子 而此刻 麻衣男子手中 批向叶玄的刀轮刚好被叶玄的剑挡住 但是 叶玄的剑却已经出现许多裂纹 简然 针尖还是比不上天阶的 叶玄突然右手猛的一旋 砰 麻衣男子连退时来仗 但是叶玄手中的那柄剑却是又多出了许多裂纹 感受到剑的变化 叶玄脸色沉了下来 在不能暴露实力的情况之下 他根本护不住这剑 因为没有他建议的加持 这剑是无法与天阶灵气抗衡的 而他 又不能拿出自己的天阶剑 因为如果那般 就太惹人注目了 见到叶玄的剑 场中苍剑宗弟子神色皆是沉了下来 现在的局面 对叶玄可是有些不利了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麻衣男子突然抛出手中的刀轮 刀轮飞到叶玄头顶 很快 无数道刀刃自刀轮之中击射而出 直斩叶玄 下方 叶玄朝后一闪 他手持长剑紧贴自己眉间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叶玄手中的剑突然松开 剑飞出 一道嘹亮剑明之声突然响彻云霄 紧接着 叶玄头顶的空中突然出现了 无数柄虚幻的剑 这些剑禁术将那些刀轮挡了下来 剑到这一幕 周围苍剑宗弟子已经惊呆 这是什么剑技 这时 场中有人惊呼 顺空一剑 这是顺空一剑 修炼到极致的顺空一剑 顺空一剑 修炼到极致 其实就不是一柄剑 而是无数柄剑 因为顺空的意思就是快 而快 就可以有很多剑 将一门普通剑技修炼到极致并不能 但将一门天接剑技修炼到极致 那就非常非常难了 而叶玄若是没有空间到则 也难以将顺空一剑修炼到这种程度的 至少短时间内肯定不行 叶玄对面 麻硬男子脸色极其的难看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这一剂杀招竟然就这么被叶玄给破解了 麻硬男子正要出手 叶玄突然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 叶玄已经出现在麻硬男子的面前 麻硬男子神色争鸣 他手中刀轮直接猛的就是一盏 而叶玄却是一剑刺向了麻硬男子的喉咙 他没有挡 见到这一幕 场中所有人惊呆 叶玄这是要以命换命 麻硬男子自己也是有些惊恶 显然 是没有想到叶玄会这么刚 竟然不选择党 现在该如何 几乎是一瞬间 麻硬男子做了决断 以命换命 因为这个时候他若是守势 会瞬间劣势 甚至可能被击杀 这种时候 拼的就是血腥与胆气 谁怕死 可能就是谁先死 这一刻 场中时间仿佛凝固 左有人直直的看着不远处 那柄剑与那柄刀轮 两者几乎是同一时间落在叶玄与麻硬男子身上 砰 湿 一道人影瞬间飞了出去 这一飞 足足飞了百丈之远 而这道人影 正是叶玄 而麻硬男子 则是在原地站着 片刻后 叶玄慢慢的站了起来 而他嘴角 鲜血不断溢出 宛如绝乐的低一般 但是他没死 他硬生生扛住了 而远处 麻硬男子喉咙处 插着一柄剑 麻硬男子死死盯着叶玄 喂 为什么 叶玄拍了拍自己胸口 很快 一件薄薄的甲覆盖住了他全身 也包括他头顶 叶玄渐渐一笑 老子有天接甲 你气不气 气不气 哈哈 第285章先除叶玄 听到叶玄的话 那麻硬男子身体一阵抽搐 然后再无气息 也不知是重伤而死 还是被气死 至于周围众人 在愣了愣之后 无数苍剑宗弟子顿时其声欢呼了起来 许多人在看向叶玄时 除了有兴奋与激动外 还有尊敬 这个尊敬 不单单是因为叶玄实力强 还因为叶玄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 保住了苍剑宗的颜面 而苍剑宗的颜面 就是他们的颜面 一旋连忙走到那麻衣男子面前 将其那戒与那剑天街至宝收了起来 接着 他对着四周抱了抱拳 诸位 我还有事 回头见哈 说完 他转身就跑 场中众人 某一处 苍玄与陈北寒静静地看着远处的叶玄 陈北寒笑道 如何 苍玄沉默了片刻 然后道应该还有隐藏实力 说到这 他犹豫了下 又道 虽然他此次有功 但此人来历还是有些神秘 还是得注意一下 陈北寒轻声道 心中可是还有怨 苍玄苦笑 师兄 我就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此次蓝宇吃了如此大的亏 我确实生气 但还不至于就因此故意打压我苍剑宗弟子 特别是如此杰出的弟子 陈北寒微微点头 你能如此想 我很欣慰 宗门内 竞争可以 但必须是良性竞争 许多古老世家宗门 往往不是因为外界因素而毁灭 大多都是内斗 苍玄正色道 师兄放心 那丫头也有悔改之意 断然不会做出偏激之事 至于我 更不会 陈北寒笑道 你啊 也莫太惯那丫头 那丫头性子刁蛮 若是不吃个亏 日后怕是更有大祸 此次他若是能吸取教训 对他而言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苍玄点了点头 明白 陈北寒转头看了一眼云见风 轻声道 至于这少年来历 你放心 我已心中有数 闻言 苍玄神色微松 如此就好 陈北寒收回目光 道 最新消息 青州那边 护建盟可能要生亡了 万则半月 快则五天 苍玄神声道 这青州若是没了 护建盟下一个目标 会不会是这中土神州 陈北寒轻笑 他们已经在对中土神州下手 苍玄大惊 他们怎敢 上界那几家 还有玄门他们答应 陈北寒笑道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我倒想看看 这护建盟敢不敢犯这个重怒 如果敢的话 那这天 可就真的要变了 闻言 两人神色皆是渐渐凝重了起来 云见风 一玄回到大殿之后 直接躺在了地上 疗伤 在这苍剑中 他肯定是不敢随意进入戒狱塔的 因此 只能在外面疗伤 刚才一战 因为保留实力的缘故 因此 他自己也受了重伤 特别是最后那一次 他虽然用天接甲挡住了那刀轮 但是 这并不代表他一点事都没有 天接甲也不可能扛掉所有力量的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力量落在了他身上 不过还好 不致命 但却难受 就这样 大约一个时辰后 叶玄才感觉全身好了许多 这时 叶玄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先前施展的第一剑 颇有些奇特 第一剑 叶玄愣了愣 然后按道糟糕 刚才第一剑 他施展的是一剑定生死 他以为没有人能够发现 但没想到这月奇竟然发现了 不过也正常 以月奇的剑实与能力 只要看到 一定能够看到这一剑定生死的不凡之处 剑叶玄沉默 月奇微微点头 我只是好奇 叶玄笑了笑 月师尊 那一剑 叫一剑定生死 是我 是一个前辈教我的 他说 这不是一种剑计 而是一种剑道信念 剑道信念 月奇眨了眨眼 接着 他陷入了沉思 大约一刻钟后 他又看向叶玄 关于这剑计 你所说的那位前辈还说过什么 叶玄想了想 然后到 他说 我若出剑 要你生 你便生 要你死 你便死 所以 这一剑叫一剑定生死 月奇愣了愣 片刻后 他开始在店内堵着步子来回走 过了许久 他停了下来 然后看向叶玄 神色无比认真 那位前辈 可还在 叶玄摇头 月奇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他想了想 然后看向叶玄 这是一种剑道信念 而要达到这种剑道信念 简单而言 一个人写文章 写出一篇爵士好文章之前 他必须博览群书 有着丰富的知识以及个人阅历 唯有如此 他才能够写出一篇爵士好文 说到这 他微微一顿 又道 这剑道亦是如此 你若真想达到一剑定人生死这种境界 就必须一步一步来 走出属于自己的剑道 拥有自己的剑道信念 说着 他眼神突然有些复杂起来 他教你的 并不是一种剑技与剑道信念 而是在你脑中给你开辟出了一条剑道大路 你朝着这个方向走 哪怕走慢了些 也不至于迷路 或者停滞不前 文言 叶璇心中突然有些暖 神秘女子 她不知道这神秘女子叫什么 来自哪里 但是 她很喜欢与她在一起 简单一点来说 贼他妈有安全感 这时 月琪突然道 日后你口中所说的那位前辈若是出现 有机会可否介绍给我认识一番 叶璇笑道 当然没有问题 月琪微微点头 她拿出一个白玉瓶放在叶璇面前 此乃子元丹 方才本来准备给你 可我见你一下吃了两三颗 我是不是太穷了一点 叶璇 月琪轻轻拍了拍叶璇肩膀 商计人已好 那就做个饭嘛 记着 要香菇炒白菜 照放言 说完 她转身走进了内殿 月琪 片刻后 月琪开始检查那份纳箭 纳箭内 极品零食足足有11亿 当见到这个数目时 月琪直接都呆住了 这么富有 除了极品零食与纳箭天接刀轮外 还有一些针接类的宝物 估计价值两三亿左右 现在的她 极品零食刚好20亿左右 除了极品零食外 天接剑两柄 一件天接甲 一件天接上品枪粉镜 还有一件刀轮 除此之外 还有二十来具腐尸 当然 还有司徒家的祖使以及家主令 这两样若是利用好 那财富可是源源不断的 当然 还有件事不能忘记 那就是护戒盟 这护戒盟几次找人冒充她来苍剑宗挑事 极有可能护戒盟已经猜到她在苍剑宗 或者说对方信以为真 真的觉得她背后的人就是苍剑建筑 讲到这 叶璇双手缓缓紧握了起来 不管是哪一点 自己都必须小心点才行 尖将玉剑术学好 只要学好玉剑术 她从中土神州回青州 最多一天的时间 没有多想 叶璇开始跑到外面生火做饭 大约半个时辰后 岳其闻到菜香 于是出来了 顾建盟 大殿内 陆尊主坐在椅子上 双眼微闭 周身散发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 不知过了多久 墨修走了进来 他看了一眼陆尊主 沈生道 已经确认 那叶璇就在苍剑宗 而且化明安夜 陆尊主睁开了双眼 陈老儿那老家伙知道他的身份 墨修沈生道 这个不知 不过 按我猜猜 他应该已能猜到了 说到这 他犹豫了下 然后看向陆尊主 我们为何不直接向苍剑宗要人 陆尊主诞生道 直接要 他们绝对不会给 而且 还会打草惊蛇 让那叶璇再次逃走 墨修眉头皱起 为何不给 陆尊主冷笑了一声 我呼见盟与他苍剑宗的恩怨 你又不是不知 虽然已过去千年 但是 当年之辱 我护剑盟之人 岂能忘记 而他苍剑宗祖师 苍剑建主更是有言 苍剑宗哪怕死绝 也不可对 护剑盟妥协 我若明耀 就是逼着 苍剑宗此刻 与我们开战 文言 墨修脸色沉了下来 护剑盟与 苍剑宗的恩怨 在许多年前 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 要知道 当年护剑盟的一位尊主 就是被苍剑建主 活活打死的 千年来 双方都在尽量的相安无事 但若是护剑盟找 苍剑宗要人 苍剑宗肯定不会给 不仅不会给 反而还会让 德叶玄再次逃跑 墨修摇头 此事颇有些难办 护剑盟现在肯定 不怕苍剑宗 但苍剑宗也不怕 护剑盟 若是在平时 开打就开打 但现在 顾剑盟要夺 青州本源之心 这个时候 与苍剑宗开战 计划就全乱了 苍剑宗 可不是北韩宗 下一下就能行的 殿内 沉默片刻后 陆尊主突然道 先不管这叶玄 让魔宗与鬼宗 加快速度 说到这 他似是想到什么 双眼突然微眯起来 不行 叶玄此人不能不先管 若是让苍剑宗全力培养他 以此人天赋 说着 他猛地站了起来 先除叶玄 第286章 护剑盟动手 除叶玄 陆尊主之所以 突然改变主意 是因为他 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叶玄的成长速度 要知道 现在叶玄可是剑皇 如果叶玄达到剑先 那个时候 护剑盟想要杀他 可就不是一般的难了 而且 就算能杀 怕是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不能拖 越拖 问题就越大 听到陆尊主的话 默修审声道 如何杀 陆尊主沉默了 如何杀 又是一个问题 此时这叶玄 已经变得不好杀 就在这时 默修突然道 我道有一计 陆尊主看向默修 后者审声道 你看这样如何 大约半个时辰后 莫修离开了大殿 苍剑宗 云剑锋 在后山山顶之上 叶玄双手截了一个剑印 他体内 一柄剑突然飞出 然后稳稳地落在他面前 叶玄飞到剑身上 下一刻 他并只朝前一指 师 剑击射而出 瞬间便是一道摆杖开外 摆杖外 叶玄突然惊喝 起 声音落下 嗡 随着一道剑鸣声响彻 叶玄脚下的剑突然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 速度很快 不一会便是已来到厚厚云层之中 这一刻 叶玄心脏骤然加快 实在是太刺激了 玉剑术 终于学会玉剑术了 对他而言 以后去哪就再也不用靠云传这种东西了 叶玄并未停下 而是继续修炼 因为他对这预剑之术还有许多没有吃透的地方 如玄其所言 学会预剑很简单 但是 学好难 他不仅要学会 还要学好 大约一个时辰后 玄其来到了山顶之上 这时 叶玄预剑稳稳落在了他面前 叶玄咧嘴一笑 叶师尊 你觉得我是不是天才 玄其有些疑惑 为何如此问 叶玄拍了拍自己胸脯 玉剑术 我可是只花了不到两天就学成了呢 这不算是天才吗 玄其看着叶玄 带眉微微一蹴 两天 我当年一天就学成了呢 叶玄无语 不过 他还是非常相信叶玄的话 因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他发现叶玄这人其实很实在 不会来虚的 是什么就会说什么 而说什么就会做什么 这时 玄其突然道 我看了你方才的预见 有些许不足之处 预见之时 切莫心浮气躁 你颇为浮躁 这种恶习 虚改 叶玄连忙点头 明白 玄其又道 预见之术 可见封之事 封本无形 但却有利 可以好好利用 就这样 玄其为叶玄讲解了一些细节之后便是离去 玄其走后 叶玄又开始修炼 此刻的他发现 这预见遗述 其实也是很复杂的 而他来这 苍见宗的目的 就是为了这预见之术 自然是要学好才行 不然不是白来了吗 就在叶玄苦修 预见之术时 这一天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来到了苍见宗 来人 正是互借盟的陆尊主 陈北涵亲自迎接 大殿内 陈北涵看着陆尊主笑道 今日什么风 竟然将陆兄吹来了 陆尊主满面笑容 陈兄 实不相瞒 今日来此 是有事相求啊 陈北涵故作不悦 什么有事相求 陆兄有事 吩咐一声即可 陆尊主笑道 既然陈兄如此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据说贵宗今日新招收了一个徒弟 叫安夜 可对 安夜 陈北涵愣了愣 然后转头看向不远处的苍玄 有吗 苍玄微微点头 有 陈北涵看向陆尊主 陆尊主笑道 可否让他来一见 陈北涵笑道 当然没有问题 不一会 叶玄来到了大殿内 当看到陆尊主时 叶玄心中一领 果然 对方已经猜到了他的身份 陈北涵看向叶玄 笑道 安夜 这位陆尊主要见见你 叶玄面向陆尊主 陆尊主 有事快说 我忙着呢 文言 不远处的苍玄顿石忍不住笑了起来 陈北涵也是摇头一笑 你这小家伙 要有礼貌一点 在你眼前这位 可是互借蒙陆尊主 陆尊主盯着叶玄看了片刻 然后笑道 安晓友果然是天纵奇才 小小年纪便是有这般成就 难得 难得 说着 他微微一笑 又道 当然 前提是莫要夭折 一旦夭折 再夭孽的人 也不过是一具尸体罢了 此言一出 场中气焚顿时有些紧张了起来 叶玄笑道 陆尊主说得对 这么多年 确实有些阿猫阿狗想要我死 比如最近 就有一只疯狗不断地追着我 不过没办法 我命大 就是死不了 可把那只老狗气坏了 文言 陆尊主双眼顿时微眯了起来 眼神冰冷 这时 不远处的陈北涵突然道 怎么与陆尊主说话的 一点规矩不懂 下去 叶玄抱了抱权 转身离去 叶玄离开之后 陈北涵看陆尊主 倩一道 陆兄 这小家伙不懂事 陆兄可别与他一般计较 陆尊主笑道 陈兄 实不相瞒 今日前来 是有一事劳烦 陈北涵笑道 陆兄但说无妨 陆尊主微微点头 笑道 我想带走方才那位安夜少年 陈北涵果断摇头 不行 陆尊主指示陈北涵 陈兄 千年来 我们双方可是很友好的 莫要因为一个不相干之人 而坏了这份友谊才是 陈北涵笑道 陆兄说的哪里话 我苍剑宗历来是不惹事的 当然 我们也不怕事 虽然要想弃我们 我苍剑宗所有人都不会同意 陆尊主看着陈北涵许久 最后 他微微一笑 好 很好 那就请陈兄以及苍剑宗保重了 说完 他转身离去 陆尊主离去之后 陈北涵脸上的笑容也是渐渐少了下来 他应该就是那夜悬吧 苍玄突然道 陈北涵点头 苍玄审声道 如此一来 可是彻底得罪这户剑盟了 陈北涵看向苍玄 得罪 说着 他摇头一笑 若是之前 我苍剑宗肯定不会去插手 叶玄与他互戒盟之间的事 但此刻 叶玄已是我苍剑宗的人 你明白吗 苍玄眉头微皱 他不一定是真心入我苍剑宗 陈北涵诞声道 那就让他真心入我苍剑宗 苍玄犹豫了下 然后点头 此人年纪轻轻便是已达到剑皇 天赋必定是不差的 若是真心入我苍剑宗 对我苍剑宗而言 也算是一件好事 只是 这户剑盟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陈北涵笑道 没有叶玄 他们同样不会善罢甘休 如今户剑盟的野心 已经昭然若揭 一旦他们是成 第一个下手的 怕就是我苍剑宗 说着 他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要知道当年他们一位尊主的尸体可还在我苍剑宗山门前挂着呢 可惜已经长了杂草 改天看看 看看需不需要将那些杂草清理一下 还有你亲自去一趟青州 殿内苍玄摇头一探 转身离去 夜晚云剑峰 大殿内 叶玄与月琪相对而坐 两人正在吃饭 快结束时 叶玄突然道 月师尊 我可能要离开了 离开 月琪停下筷子看向夜玄 离开苍剑宗 夜玄点头 我之前与你说过 我叫夜玄 可还记得 月琪微微点头 记得 只是 你很出名吗 夜玄苦笑 其实 这月琪是真不知道他夜玄 或者说 月琪对外面的事情都很少知道 因为月琪整天没事就喜欢研究 研究各种玄技功法神通 而除此之外的事情 他一概不感兴趣 这时 月琪又道 方才陆尊主来了 是为你而来 夜玄点头 我就是苍戒通缉榜牌第二的那位 月琪放下筷子 为何会被通缉 夜玄笑道 护戒盟要灭青州 而我呢 是青州人士 于是我带着自己一帮兄弟与他们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接着他们就通缉我 想弄死我 大概就是这样 月琪想了一会后 然后道 你并无错 夜玄笑道 今晚这顿饭是最后一顿了 待会我便是会离开 月琪看向他 为何要走 夜玄道 若是不走 可就会连累苍剑宗了 月琪摇头 不用走 苍剑宗并不怕他互建盟 夜玄还想说什么 月琪突然道 苍剑宗与护戒盟本有恩怨 当年护戒盟一位尊主就死在祖师手中 而且尸体还在山下 而之后 祖师离去之后 护戒盟有过一次报复 我们苍剑宗有三位宗主惨死 其中一位 正是北韩师兄的父亲 说到这 他看向夜玄 这些仇 都是死仇 多你一个 无所谓的了 说完 他起身 轻轻拍了拍夜玄的肩膀 又道 既然已入我苍剑宗 就好生做好你的事情 护戒盟的事 我们会处理 声音落下 他转身走向内殿 原地 夜玄久久未雨 一天后 苍剑宗山下突然多出了十具棺材 棺材内 是十具苍剑宗弟子尸体 整个中土神州震惊 第287章 若老儿 单挑啊 随着苍剑宗山下那十具棺材的出现 整个中土神州的气氛突然间紧张了起来 苍剑宗是什么势力 千年前 那可是利亚护建盟的存在啊 即使到了现在 那也是整个青苍界数一数二的势力 而如今 却有人将棺材放到苍剑宗山脚下 而且 里面躺着的还是苍剑宗弟子 这种方式那就代表是不死不休啊 苍剑宫大殿内 陈北涵双眼威逼 沉默不语 下方是苍玄以及乐旗 片刻后 陈北涵突然道 让师弟们都回来 还有通知大师兄 大师兄 苍玄犹豫了下 然后道 他 他会回来吗 苍玄笑道 会的 一定会的 苍玄微微点头 转身离去 苍玄走后 陈北涵看向月旗 你怎么看 月旗摇头 你们做主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店内 陈北涵摇头一笑 云剑锋 月旋坐在大殿门口 苍剑宗的事情 他已经听说 而他现在 就是在等月旗 不一会 月旗出现在了大殿门口 他看了一眼月旋 月旋起身 月师尊 外面的是我已听说 所以 我还是决定离开 不连累 苍剑宗 月旗摇头 你不能走 夜旋不解 为何 月旗看着他 你若现在离去 是人皆以为 我苍剑宗 怕他互剑盟 此对我苍剑宗而言 比灭宗还严重 就算要走 也不能此刻走 而且 你身为苍剑宗弟子 应当留下 与宗门一切面对 夜旋苦笑 我若不离去 护剑盟不会善罢甘休的 月旗走到夜旋面前 他轻轻拍了拍夜旋肩膀 有没有你 这一战都要打 你不过是一个契机 一个开战的契机 说完 他进入了内殿 原地 夜旋沉默 一开始 他以为 护剑盟 只是为了针对他 这肯定没错 但错的是苍剑宗 可能苍剑宗 早就已经准备动手了 因为他很确信 苍剑宗 绝对不会为了 他一个人 与护剑盟开战 除非他夜旋 现在就是剑仙 妖念到苍剑宗 可以牺牲一切来力保 而苍剑宗 留他在宗门内的目的 真的只是因为 不想让外人 觉得苍剑宗 怕护剑盟 肯定有别的神问原因 片刻后 夜旋摇头 不再去想这些 既然苍剑宗 要他留下 那就留下拜 修炼 夜旋转身 朝着后山走去 对他现在而言 当务之急是修炼 加强自己的实力 他现在已经是 真万法境 完全可以冲刺欲法境 而且 剑道方面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提升一下 剑仙 达到剑仙 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时 他可以与那路尊主一战 夜旋来到后山 然后盘坐在地 他又手掌心摊开 一柄剑悄然出现 但是很快 剑又突然消失 而在四周空间之中 一柄柄剑突然出现 诡异至极 顺空一剑 他现在的顺空一剑 已经可以在一瞬间 发出至少百剑 而且 神出鬼没 修炼 疯狂修炼 而第二天下午 苍剑宗门前又多了十具棺材 棺材内 依旧是苍剑宗弟子 但是 在这十具棺材前 还躺着十名尸体 其中有两三人 竟然都是欲法境强者 除此之外 其余也都是万法境 而这些人 都不是苍剑宗的人 护剑盟的人 在得知是护剑盟的人之后 整个中土神州顿时沸腾了 顾剑盟与苍剑宗拼了起来 不管是什么缘故 大家只知道一点 那就是事情不愿发的不简单了 五天后 苍剑宗山下 已经堆放了三十多具棺材 但是 棺材前 是数十具尸体 双方都在暗中较劲 这一日 玉宁少年突然来到了 苍剑宗山脚下 少年穿着一件悬色不一 长发披肩 脚下是一双麻布鞋 少年看了一眼地上的那些棺材与尸体 然后抬头看向山顶 苍剑宗年轻一代 随便来 随便来 此言一出 整个苍剑宗为之哗然 很快 无数剑羞纷纷自山顶掠下 但是 一道声音却是突然自山顶响起 退下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一柄剑突然划破长空 然后稳稳落在了少年的面前 少年穿着一件云色长袍 手中握着一柄带翘剑 赤南宫师兄 场中 有人惊呼 苍剑宗年轻一代之中 有两人最为惊艳 第一是商月 第二就是这南宫 是人称之位苍山二剑 南宫看了一眼不依少年 来者何人 不依少年但声道 不是你死 就是我死 何须知姓名 声音落下 他右手之中突然多出一柄长枪 下一刻 他朝前一个急冲 手中长枪宛如蛟龙出海 直奔南宫 南宫面无表情 突然间他右手一舞 刹那间他四周出现了一道道剑光流影 这些剑光流影瞬间便是将那柄长枪淹没 而这时 一头猙獰的兽影突然自不一男子长枪之中闪现而出 紧接着一道野兽咆哮之声响撤整个苍山 轰 无数剑光流影瞬间散去 而南宫本人已退后摆仗 南宫刚一停下来 他突然手持长剑紧贴自己眉心 而左手则并只横在剑尖之处 沉寂一瞬 他突然隔空对着不一少年就是一指 他手中那柄剑宛如一道急电击射而出 剑非常之快 快得只能看到一缕虚线 南宫对面 不一男子面无表情 突然 他手持长枪猛的朝前就是一杂 长枪之中 有怒受咆哮 轰 这一杂 硬生生砸停了南宫的那柄飞剑 而不一男子右手再次猛的一旋 轰 南宫的飞剑瞬间被击飞 而与此同时 他持枪宛如一头猎豹 直接朝着不远处的南宫冲了过去 赤如雷霆 南宫眼中有了一丝凝重 他双手突然掐了一个剑绝 一柄虚幻的剑出现在他头顶 下一刻 双手猛的朝前一展 而那柄虚幻的剑瞬间一展而下 天接剑计 而这时 不一男子突然出枪 枪如惊雷 横贯天地 轰 在无数人的目光之中 南宫那柄虚幻的剑瞬间蹦碎 而南宫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枪皇 场中无数人惊呆 这不一男子竟然是一位枪皇 而在一击击飞南宫之后 不一男子并未停手 而是手持长枪朝着南宫猛的就是一只 诗 长枪宛如一道闪电飞出 直指南宫 南宫眼瞳一缩 他双手突然相合 两掌之间 一柄剑悄然凝聚 下一刻 他双手和剑猛的朝前就是一展 破 破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他双手之间的那柄剑突然横斩而下 轰 一道惊天诈响声突然自场中响起 紧接着 一道强大的力量突然自南宫面前爆发开来 一瞬间 南宫整个人瞬间到飞到了数十障开外 就在他要落地时 一只手突然托住了他 所有人看向了那只手的主人 叶玄 此人正是叶玄 当见到叶玄时 所有人顿时愣住了 又是他 对于叶玄 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 因为才不久 叶玄可是亲自斩杀了一位来挑战苍剑宗的强者 南宫看了一眼叶玄 安夜 叶玄微微点头 然后拿出一枚紫园当给南宫服下 我来吧 南宫微微点头 此人 很强 小心 叶玄点了点头 然后走向不远处的不依男子 远处 不依男子看了一眼叶玄 右手一招 长枪飞入他手中 我还以为你不出来 叶玄笑道 你的目标就是我 我怎么可能不出来 不依男子微微点头 来让我看看我们青苍界最年轻的剑皇有多强 声音落下 他手持长枪猛的一垫地面 轰 整个地面瞬间崩裂 紧接着 一股强大的事突然朝着他汇聚而来 这些事越来越强 到了最后宛如狂风暴雨一般 让得场中众人难以喘气 叶玄轻声道 如你所愿 说着 他又脚轻轻一点 整个人宛如一只蜻蜓点水 凌空跃起 下一刻 他人已经来到不依男子头顶 一剑斩下 一剑定生死 这一次 他没有再丝毫地隐藏 这一剑 不仅加持了自己剑皇的剑势 还有恶念剑意 一剑出现 场中所有人脸色顿时变了 这是什么剑技 而叶玄下方 那不依男子嘴角泛起一抹争鸣 接着 他手持长枪朝上就是一次 贯穿天地 一枪出 宛如要贯穿整个天地 势不可挡 在无数人的注视下 剑与枪相处 空 一到惊天诈响声突然响起 紧接着 两道人影突然同时倒飞出去 但就在叶玄倒飞出去的那一瞬 他突然松开手 下一刻 远处不依男子脸色瞬间大变 他还未反应过来 一柄剑已经冻穿了他的眉间 败了 见到这一幕 场中无数苍剑宗弟子顿时欢呼了起来 赢了 又赢了 无数苍剑宗弟子在看向夜玄时 眼中除了狂热还有尊敬 发自内心的尊敬 下方 夜玄落地之后 他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然后抬头面向天际 顾剑蒙 此刻起 我夜玄离开苍剑宗 有什么 就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山顶响起 此刻起 安夜成为我苍剑宗下任宗主候选人之一 闻言 夜玄顿时愣住了 苍剑宗不想他离开 而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声突然自远处天际传来 苍剑宗窝藏借罪人 天下可供诸之 下方 夜玄朝天竖起一根中指 陆老儿 单挑啊 文言 场中一片哗然 挑战陆尊主 就在这时 陆尊主突然出现在了天际 他俯视着下方夜玄 你确定 真出现了 夜玄愣了愣 然后正色道 这你也信 老子斗你完了 众人 第288章剑种之地 夜玄说完 转身就走 走的没有丝毫的犹豫 见到这一幕 陆尊主脸色那叫一个精彩 他冷冷看了一眼苍剑宗 然后转身消失在了天际 而场中 所有苍剑宗弟子的心情则是沉重的 护戒盟 这个势力在清苍剑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如今 苍剑宗竟然与护戒盟对抗上 说不担心 那肯定是假的 不过 若说怕 道真没有 剑修 能够留在苍剑宗内的剑修 都不会是一般剑修 而剑修 往往都是最不怕事的 就在此时 场中突然有人道 安夜师兄好像是剑皇 此言一出 场中突然安静了 先前陆尊主的出现 差点让得他们忘记 夜玄先前施展出了剑皇的事 云剑峰 大殿内 一名中年男子站在夜玄面前 来人 正是苍剑宗宗主陈北韩 陈北韩笑道 你想离开苍剑宗 夜玄点头 此事在我看来 终究是自己的事 而来苍剑宗 也只为学预剑之术 当然 在此地不单单学到了预剑之术 还有许多其他剑道知识 陈北韩道 你是觉得 你连累了苍剑宗 夜玄沉默 其实到现在 他突然发现事情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直觉告诉他 这苍剑宗另有所谋 陈北韩笑道 记住 此刻 你是安夜 而不是夜玄 你是我苍剑宗弟子 不是苍蓝学院院长 说着 他轻轻拍了拍夜玄肩膀 可去见种看看 或许有惊喜 说完 他转身离开了大殿 剑木之地 夜玄想了想 最终还是决定去看一下 反正不要钱 不一会 夜玄来到了苍剑宗的剑种 剑种位于一座单独的山峰之上 准确的说是在一座山腹之中 在门口 躺着一鸣抱着剑的老者 老者正呼呼大睡 夜玄对着老者微微一礼 奉宗主之命 前来剑种找惊喜 老者没有回应 夜玄耸了耸肩 然后静止走了进去 剑意 当走入剑种的那一刻 他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剑意 而这股剑意 竟然不是一种 而是无数种剑意 无穷无尽 宛如汪洋大海 夜玄神色有些凝重 他继续前进 很快 他发现了一柄柄剑 在这里面的地面之上 插着许许多多的剑 而那些剑意 都是自这些剑之中散发出去的 多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 品阶都不低 其中天阶都随处可见 底蕴 夜玄再一次见识到了这种古老势力的强大底蕴 他自己虽然也挺富有 但与这些古老势力相比 那简直就是乞丐 夜玄继续前进 很快 他来到了剑种深处 而在这剑种深处 他发现了好几柄天阶上品的剑 而他发现 品阶越高的剑 剑中蕴含的剑意就会越强大 讲来 都是这些剑主人生前留下来的残存剑意 看到这 夜玄突然有些感慨 如果自己哪天生死到剑 怕是也只会剩下自己一缕剑意留待后人观看 夜玄摇了摇头 挥去脑中消极之念 他继续前进 但是没走两步 他突然愣住 自己要找什么 次是想到了什么 他看了一眼四周 这么多蕴含剑意的剑 若是吞噬 最低也是欲法劲啊 吞噬 夜玄有些犹豫 人家没让自己来吞噬啊 就这么开始吞噬 有点不好啊 可问题是 人家好像也没让自己不吞噬啊 想到这 夜玄瞬间释然 接着 他拿起身旁一柄剑就往自己胸前插了进去 轰 一瞬间 一股强大的气息自他体内席卷开来 不仅如此 他的恶念 建议竟然也在这一刻散发开来 一柄剑怎么够 于是 夜玄又拿起一柄剑插入了自己胸口 就这样 短短不到一会的时间 夜玄已经插了将近三十多柄剑 其中 还有一柄天阶 他在剑种之中闹出的动静自然不小 很快 外面的那名老者被惊醒 他连忙进入剑种内 当看到夜玄时 他顿时愣住 你在做什么 夜玄没有回答 继续开始吞噬 老者脸色一变 就要阻止 但似是想到什么 他又停了下来 这种时候若是阻止 极有可能让得夜玄反噬 老者犹豫了下 然后身形一颤 直接来到了苍剑峰 找到了宗主陈北涵 片刻后 陈北涵眉头微皱 他在吞噬剑 老者点头 陈北涵审声道 去看看 说完 两人直接消失在大殿内 不一会 两人来到了剑种 当看到夜玄拿起一柄天接剑插入自己胸口时 两人嘴角皆是忍不住一阵抽搐 这家伙是疯了吗 老者沈声道 可要阻止他 陈北涵看了一眼夜玄 摇头 他气息正在发生质变 可能是要突破 老者眉头皱起 这种方式突破 陈北涵深深看了一眼夜玄 他有些特殊 特殊 老者苦笑 吞噬剑来提升自己 他还是第一次见 就这样 大约半个时辰后 夜玄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 已经强大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程度 这已经不是真万法进强者的气息 就在此时 夜玄突然又拿起一柄剑插入自己胸口 见到这一幕 老者与陈北涵脸庞再次一阵抽搐 别看这里剑多 但这都是无数年积累下来的啊 好在夜玄吞噬了这最后一柄剑后 就没有再拿剑 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依旧是在慢慢增强 就这样 在老者两人的注视下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后 轰 一股强大威压突然自夜玄体内席卷而出 呼 夜玄深深的吐了一口浊气 欲法镜 在吞噬了三柄天接见 无数柄针接见之后 他终于达到了欲法镜 轻松 此刻的夜玄感觉全身轻松无比 不仅如此 他还感觉到了自己体内有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 欲法镜 现在的他整体实力至少提升了一大截 而现在 他完全不去欲法镜 这一刻 他有了一种无敌的信念 老子无敌 讲到这 夜玄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旁 老者看了一眼夜玄 脑子坏了 听到老者的话 夜玄回过神来 他面向老者两人 他愣了愣 然后连忙起身走到陈北涵面前微微一礼 见过宗主 见过前辈 陈北涵看了一眼夜玄 你吞噬剑 夜玄表情一僵 但很快恢复正常 反正现在剑已经被吞噬了 他咧嘴一笑 是的 我功法特殊 需要吞噬剑来提升自己 陈北涵盯着他 你吞噬了很多剑 夜玄善笑了笑 没 没控制住 这时 陈北涵突然笑道 别紧张 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 欲法境 需要稳固境界 好好熟悉这一境 明白 夜玄连忙点头 明白 陈北涵微微点头 然后转身离去 不过走了两步后 他又停了下来 让你来此 并不是让你来吞噬剑的 在这里 有无数先辈的残存剑意 他们的剑意 若是好好感受 你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说完 他走出了剑中 老者看了一眼夜玄 不要再吞噬了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原地 夜玄也是摇头一笑 其实 他也是没办法了 因为如果要自己准备剑的话 以他现在的财力 是根本不够的 应该说 是远远不够 就如现在 他要想达到真玉法境 至少都得需要天接剑 真接剑对他现在而言 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值得一说的是 他的雷消剑在吞噬了那么多剑之后 达到了天接上品 剑提升了一品 但那威力却提升了不止一点点 现在的他 完全有能力与真玉法境强者一战 不过 他还是不会大意 因为真玉法境强者之中也有分强弱的 特别是如月琪这种 虽然月琪也是真玉法境 但他可还是一位剑仙 真玉法境加剑仙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的 不能单纯用境界来衡量一个人的实力 唯有多想 夜玄朝前前进 一路上 他又看到了天接剑 而且 还很特殊的那种 不过 他并没有拿 做人 不能太贪心 太贪心的人 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 走了不知道多久 夜玄停了下来 因为他感受到这个位置的剑意最为浓郁 在他面前不远处 斜插着一柄长剑 剑长四尺 剑身纤细 有寒光缭绕 而这柄剑之中 散发着一股虚无缥缈的剑意 那剑意给他的感觉就如同置身云端之中 这种感觉 特别奇妙 除了这股剑意之外 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的剑意 这些剑意弥漫四周 亏而不散 每一种剑意 代表着一味剑修 也代表着一种剑道 因为每一个人对剑道的理解都是不同的 一千种人 一千种剑道 剑种内 感受着四周的剑意 叶玄剑剑入了定 此刻的他 就在感受这些来自不同剑修的剑道 用别人的剑道 来证自己的剑道 第289章 鸟杀 剑种内 叶玄盘坐在地 整个人宛如老僧入定 剑种外 老者没有在睡觉 而是紧紧盯着剑种内 生怕叶玄又开始吞噬剑 就这样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直到第二天 叶玄都没有出来 而苍剑宗山脚下 每天都会多出几具棺材 但是 棺材前 必定会多出几具尸体 苍剑宗与互剑盟 依旧在相互较量 不过 所有人都知道 真正的好戏还未开始 剑在 只是前戏 第三天 岳琦进入了剑种内 岳琦走到了叶玄面前 他打亮了一眼叶玄 可知何谓剑先 岳玄摇头 岳琦轻声道 拥有真正属于自己剑道者 可称之为剑先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剑种内 岳玄愣了许久许久 最后 他起身朝着剑种外走去 这么多天来 他感受了许许多人的剑意 但这山洞内 剑仙依旧很少 而剑仙的剑意 与普通剑修的剑意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最大的区别就是 剑仙的剑意 已经有了自己的道 可谓自己的道 就是自己对剑道 已经有了新的理解 自己赋予了剑心的一个生命 而他现在 还做不到这般 他并没有强求自己 因为这东西 强求不来 因为剑仙 在成就剑仙之前 都是有着日积月累的 这个日积月累 不仅仅是对剑道 还有人生的感悟 剑仙 不是那么容易就成的 这也是月琪来的目的 月璇离开之后 他去做了一顿饭菜 店内 他与月琪相对而作 片刻后 月璇突然道 月师尊 我们苍见宗谁最能打 月琪想都没想 大师兄 月璇有些疑惑 不是宗主 月琪摇头 大师兄最能打 宗主善于管理 柳师兄天赋最好 潜力最大 那你呢 夜璇突然问 月琪诞声道 问这个做什么 夜璇黑黑一笑 有些好奇 月琪摇头 你既然已是苍见宗弟子 有一事得明白 在宗门内 你可以有野心 但不能不择手段 有实力 任何位置你都可以去做 但若是动歪脑筋 会有生命危险 夜璇笑道 月师孙放心 我对苍见宗宗主之位 没有任何想法 月琪点头 我知道 但是 别人有 夜璇微微点头 我明白的 月师孙放心 我不是一个喜欢搞事情的人 月琪看了他一眼 你就是 夜璇 饭后 月琪走进了内殿 而夜璇则是离开了云建峰 然后来到了筑气峰 筑气峰 顾名思义 自然是筑气的 任何一个大势力 都会有这种筑气的地方 藏建宗自然也有 而这一次 他就是来求见筑气峰 封主站铁的 见到夜璇来 一些筑气峰弟子 连忙上前行礼 见过安师兄 夜璇也是 回礼 很快 在一名筑气峰弟子的引领下 他来到了一间大殿 那名弟子对着夜璇抱了抱拳 安师兄 师父正在筑气 还请稍等一下 夜璇点了点头 好 吃地去忙吧 我独自在这等着即可 那人点了点头 师兄若是有需要 吩咐一声即可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夜璇坐在椅子上 等啊等 大约一个时辰后 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了大殿内 中年男子身材极其魁梧 特别是双臂 宛如两根巨柱 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站铁 眼前这人 就是筑气风风主 站铁看了一眼夜璇 有事 夜璇连忙起身行李 站师叔 此次前来 是想求师叔帮我打造一件天阶剑侠 剑侠 他也有个剑侠 不过 这个剑侠指示真阶 已经远远跟不上他现在的实力 他需要一件天阶剑侠 站铁走到夜璇面前 你可知一件天阶剑侠意味着什么 夜璇摇头 不知 站铁诞生到至少50亿极品零食 这还只是材料钱 人工费 地卖费 全部加起来 打造一件天阶灵器 至少上百亿极品零食 而且极品零食还不一定顶用 我们需要的是紫园精 大量紫园精 说到这 他手伸向夜璇 你有吗 百亿极品零食 夜璇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 站铁看了一眼夜璇 没有钱 你说个锤子 说完 他转身就要走 但是很快 他又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看向夜璇 如果你帮我办一件事 我可以免费为你住一件真街见侠 什么事 夜璇连忙问 站铁诞声道 云空城城主家内 有一件商好的宝物 明万弃顶 这是一件极品天阶至宝 专门打造灵器所用 你若是能将此物取来 我可免费为你打造一件剑侠 不仅如此 还为你单独打造一把飞剑 剑侠专用的飞剑 云空城 夜璇想了想 可以 云空城 他可没忘记这座城 这座城主陆丰与他儿子 当初可是针对过夜璇的 战铁诞声道 别怪我没提醒你 云空城藏龙卧虎 这一去 可能就出不来了 说完 他转身离开了大殿 而夜璇也是转身离去 他直接离开了苍剑宗 然后直奔云空城 当然 是偷偷的 他现在可不想太引人注目 一个时辰后 夜璇来到了云空城 云空城可以说就是护戒萌的地盘 这座城池 每一年都会给护戒萌 带来庞大的收益 而在这座城内 也有别的势力 不过 都得看护戒萌脸色吃饭 夜璇利用混沌之气悄悄潜入了云空城 然后来到了城主府内 此刻的城主府内 依旧是戒备森严 时不时都有强者神识自个各角落扫过 不过 这些神识完全发现不了他的混沌之气 大约半个时辰后 夜璇又离开了城主府 城主府外某处角落里 夜璇脸色低沉 因为他搜了整个府底 一点头绪都没有 然后他才想起 像那种至宝 露锋肯定是戴在自己身上的 要想得到那件万气顶 就必须先干掉露锋 而这露锋可是真万法尽 暗杀 夜璇脑中出现了这两个字 而他 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选择暗杀 很快 夜璇再次悄悄潜入了城主府府底 不一会 他摸到了露锋的住处 而里面 空无一人 房间角落之中 夜璇环视了一眼四周 最后 他就站在门前 只要露锋一开门 他就能够与露锋面对面 他右手紧紧握着剑 他不敢释放自己的建议与试 但是 他必须在动手的那一瞬间 将自己的建议与试 全部释放出来 那一刻都不行 必须一击必杀 不然 他就会被围攻 这城主府府府底内 至少有三名真欲法竞强者 一旦被围攻 就会很难脱身 等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等 就这样 夜璇一动也不动 宛如一尊雕塑站在门后 一个晚上过去 陆锋已经未回来 而夜璇还是站在那里 第二天夜晚 陆锋依旧未回来 而夜璇也并未离开 还是那么等着 第三天过去 第四天过去 就这样 直到第五天 门外突然有脚步声响起 夜璇还是一动不动 脚步声越来越近 这一刻 夜璇突然间感觉自己 心跳有些加速 很快 脚步声已经来到门前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门前响起 隔下是谁 为何在我屋内 闻言 夜璇脑袋瞬间一片空白 被发现了 怎么可能会被发现 一瞬间 无数个念头不断自夜璇脑中飞过 很快 夜璇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可能 这陆锋绝无可能发现他 就在这时 门突然打开 门前站着的 正是陆锋 陆锋一只脚踏入了房间 但是下一刻 不知道感受到了什么 陆锋脸色勃然大变 就要收脚 而就在此时 一柄剑突然自陆锋头顶一展而下 这一剑 出现得毫无征兆 一剑定生死 在陆锋一只脚踏入房门的那一刻 夜璇直接施展出了一剑定生死 而且 在这一瞬间 他将自己的剑势以及剑意全部都释放了出来 对陆锋而言 这一剑 来得太突然 太恐怖 在这生死关头的一刻 陆锋本能地用双臂朝上挡了过去 剑落下 师 陆锋双臂瞬间被斩断 剑笔直而下 陆锋疯狂暴退 然而 退的是灵魂 而不是肉身 师 夜璇的剑一展到底 陆锋的肉身瞬间蹦碎 但是 他的灵魂体确是退了十丈 躲过了这致命一剑 而就在此时 夜璇突然朝前一个急冲 然后一剑刺出 一剑定魂 这一剑 专门针对灵魂 陆锋失去肉身之后 本身实力已经大降 现在的他 如何能够挡得住夜璇这专门针对灵魂的一剑 察觉到这一剑的恐怖 陆锋惊欲诀 本能的想要逃 但是 夜璇的剑速度更快 师 一柄剑自陆锋眉间一穿而过 陆锋整个身体直接虚幻了起来 夜璇停下 右手一招 陆锋手上那剑直接飞到他手中 下一刻 他人如同鬼魅一般的消失在了原地 而在他消失的那一刻 两名老者突然出现在了场中 真欲法竟强者 当看到不远处一地碎裂的陆锋尸体时 两名老者相识了一眼 然后脸色几乎是在一瞬间变得煞白 第290章主要是因为你蠢 冷汗 两人此刻额头上已有冷汗留下 因为刚才他们听到了一道剑鸣声 但是当他们出现在这里之后 陆锋已死 而他们离剑鸣声响起不到半夕的时间 半夕内有人杀了陆锋 是谁杀了陆锋 剑鸣声讲都不用想一定是苍剑宗 两名老者想到这连忙转身离去 城外夜璇来到了一处无人之地 停下来后夜璇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秒杀他刚刚秒杀了一位真欲法竞强者 这是秒杀 在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居然能够秒杀一位真欲法竞强者 从未想过啊 以前他见到真欲法竞强者时 那都是转身就跑的 但是刚才他夜璇两剑斩杀了一位真欲法竞强者 说不兴奋 那是假的 不过 兴奋之后 还得冷静 他是暗杀了一位真欲法竞强者 而不是秒杀 讲到这夜璇脸上笑容慢慢散了去 如果是正面单挑 他绝对不可能如此轻而易举斩杀一位真欲法竞强者的 而且能不能打的赢都还是一个问题 大大的问题 片刻后 易玄摇了摇头 不再去想这个问题 反正对他而言 他现在已经不具真欲法竞强者 易玄连忙拿出了那么那戒 当发现那戒内的东西之后 易玄整个人已经直接呆住了 他的手在颤抖 因为那戒内 极品零食 足足有将近五十多亿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天机灵器 是一柄刀 刀长四尺左右 微弯 周身散发琢磨绿色的光芒 而刀刃之上 更是有着淡淡鸿芒 刀柄处 有两个显眼黑字 破天 天阶宝贝 易玄咧嘴一笑 这刀可是好刀 可惜他不用 不过 以后可以拿来卖 或者送人 收起这柄破天 易玄继续看那戒 除了一件天阶长刀外 这那戒内 还有紫园金 足足有上千之多 紫园金 与极品零食 其实是没办法相互兑换的 因为紫园金太稀有 一般情况下 没有人 愿意拿自己的紫园金 去兑换极品零食 而有极品零食的 很多时候 也不愿意拿去换紫园金 因为如果要换 那比例太大太大了 很不划算 因此 在清仓界 普通修士的通用货币 是极品零食 而达到欲法禁 与真欲法禁 这种层次的 通用货币一把十紫园金 一千枚紫园金 如果要换成极品零食 换个五十亿极品零食 问题是完全不大的 不过 叶玄也不打算换 因为他现在正需要的 就是这紫园金 收起紫园金 叶玄继续往下看 除了紫园金 那界内 还有一些天才地宝 足足有上百之多 都是些仙草林丹 珍贵无比 总的来说 这那界内 基本没有什么垃圾东西 赚大了 一玄兴奋的直跳脚 不过这也正常 这卢丰好歹是一位成主 自身的身价肯定是不菲的 唯一比较可惜的是 这那界内 并没有万气鼎 没有万气鼎 叶玄眉头皱了起来 难道战铁情报有误 原地 叶玄沉默片刻后 最后 他还是决定再进一趟城 因为他如果有一剑 天阶剑侠的话 战力肯定可以再提升一大截 非剑 那可也是他的强项 不过现在 他缺一剑好的剑侠 叶玄悄悄进入城中后 再次潜入了城主府 此刻城主府 已经人心惶惶乱成了一锅粥 城主无声无息被杀 谁不慌 陆丰虽死 但是他还是有妻有子 此刻在主持陆丰丧事的 正是他的第二子陆桥 林堂前 陆桥静静跪着 不知在想什么 就在此时 数人突然出现在林堂之中 来人 正是护建盟的莫修 莫修走到林堂前 他看了一眼那棺材 围头深深的皱了起来 秒杀针欲法进墙者 难道是苍剑宗那位大师兄回来了 想到这 莫修眼瞳皱然一缩 下一刻 他直接转身就走 很快 几人消失在了林堂内 来得快 去得也快 莫修等人走后 叶玄突然出现在了陆桥面前 不过此刻的他 已经穿上一件灰色长袍 根本看不到他的真实面貌 见到叶玄出现 陆桥看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 叶玄心中颇有些诧异 这人倒是挺冷静 过了片刻 陆桥突然开口 阁下还想杀谁 叶玄诞声道 万气鼎 我需要此物 给我此物 我离去 不给呢 陆桥闻 叶玄突然拔剑一盏 诗陆桥一只手臂直接飞了出去 叶玄黑黑一笑 我就喜欢你这种硬骨头 我最后问一句 给还是不给 相信我 回答不好 这就将是你此生最后一句话 陆桥死死盯着叶玄 就在叶玄要出手时 他突然道 在在内阁 叶玄突然又一剑斩下 诗陆桥又一只手臂飞了出去 陆桥死死盯着叶玄 你怎知我说的是假的 叶玄愣了愣 然后问 你说的是假的吗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随便一批而已 闻言 陆桥脸色气的瞬间争鸣了起来 叶玄咧嘴一笑 想不想活 讲的话 就交出来 陆桥冷笑 就算我说了 你也不会放我活路 叶玄突然道 在你身上 闻言 陆桥顿时愣住 下一刻 他连忙道 这等神物 我怎么可能放在身上 叶玄笑道 就因为是珍贵之物 所以 你一定会放在身上 啊 陆桥突然怒吼 然后一股强大的气息突然自他体内席卷而出 而这时 叶玄突然一剑斩下 轰 一剑落下 陆桥那股气息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陆桥整个身体直接分成了两半 牵斜五脏 倾洒一地 叶玄右手一招 陆桥的那戒顿时飞到了他手中 他扫了一眼 那戒内 有一座两丈来刀的巨顶 万气顶 叶玄收起那戒 然后正要离开 就在此时 先前离去的墨修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 而在墨修身后 还站着四名真欲法竞强者 去而复返 墨修盯着叶玄 不知阁下是苍剑宗哪位封主 叶玄冷笑 怎么 要报复我 墨修诞声道 亮出真身 我 就在此时 叶玄周身散发出来的气息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墨修几人脸色瞬间变了 因为叶玄还站在他们面前 但是 他们已经感受不到叶玄 墨修死死盯着叶玄 是你 一旋缓不走到墨修面前 你 永远不知到自己有多弱 说完 他绕过墨修 朝着外面走去 殿内 墨修神色一阵变化 突然 他猛的转身 阁下既然如此厉害 那就请阁下赐教 一旋停下脚步 他微微一顿 然后道 你可知你为何到了真欲法境之后 再难尽半寸 本来要动手的墨修在犹豫了下后 鬼使神拆道 为何 叶玄轻声道 因为 你心中已有魔障 墨修正要说话 叶玄突然怒道 闭嘴 本主说话 你别插嘴 明白 墨修看了一眼叶玄 没有说话 简然 突破真欲法境这个诱惑太大 叶玄微微沉吟后 然后道 其实 没有别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你蠢 除了这个 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原因了 说完 叶玄把腿就跑 墨修 有些疏忽 身补 被达给人 干费 尖玄套 有点